因为真的太好用了 在日本热销百万组的Golab料理盒呢 目前又有非常惊人的配件出来了 这个配件让你整组料理盒呢 更神奇 把米粒在里面洗干净之后呢 放进去这盒子里面 放适量的水 然后放进微波炉煮 时间到拿出来 揉一下 让米粒更松软之后呢 放进去再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为什么可以打了减糖的效果呢 因为在煮的过程 它的水分是慢慢往下滴 整个绿水栏呢 没有接触到下面 有糖分的水分 不会全部被米粒吸收 这个就是减糖电子锅的概念 姑且不论它减糖效果如何 是不是真的能够减糖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 它煮出来的饭 绝对比电子锅好吃 因为电子锅是整个米跟水 闷在一个空间里面 它达到的效果跟Q度 绝对没有这个半煮半蒸 然后这个滤网除了煮饭之外 哇那功能太多了 一般煮水饺呢 都要点水 因为它温度会一直往上升 所以在里面还没有熟的情况下 外面就破皮了 它这个滤网会让水分在滚的时候 能碰到阻碍 所以水分不会一直上升 我们的水饺呢 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温度下 整个里外都熟 所以夏天更要这样做菜 因为你不用明火 不用温度一直上升 整个满头大汗 我们夏天用微波炉 用安全的食器 各式各样的料理 几乎90%的菜 都可以用这个保鲜盒做出来 各种烫青菜 在传统的锅子里面 闷在里面这样煮 用这个保鲜盒更好 它整个是气旋的 所以你的青菜不烂好吃 它不但又安全 拿耐热到230度 尽管放心的使用